男人为了将普通人改造成超人 他竟给海军注射了超能药剂 可就在男人以为实验失败时 已经失控挣脱束缚的海军 此刻却渐渐恢复平静 同时海军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看着牢牢固定在地面的椅子 他只是稍微发力 瞬间就将其连根拔起 随手一丢 更是像丢飞镖一样直接将椅子定在了墙上 这震惊的一幕让所有人兴奋的合不拢嘴 他们成功制造出了超人 可就当男人以为这样下去就能统治美国时 突然出现的老黑却一把扭断了海军的脖梗 原来男人制造超人类的事情暴露 而拥有超能力的老黑不想让普通人撼动他们超能整地 于是准备摧毁所有超能药剂 并且杀死男人 面对能化恐惧为力量的老黑 男人根本不是对手 眼看自己就要被杀掉 不料这时老黑却突然被冻结成了冰块 随后直接变成冰屑蒸发了 原来是冰女及时出现就吓了男人 来不及喘气 现在必须阻止超能药剂被摧毁 可惜为时已晚 整个实验室都已经被焚烧带走